全國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王可麗的節目 順下下個禮拜一 最後一個交易日 結束就封關 封關日 封關日前一個交易日就頂在這裡 要死的話就下來一點 這次回檔談一點就再給他下去 雖然選前的 禮拜四禮拜五 我認為應該要賣股票 要提防他急跌 而且急跌可能要破 我當時有跟各位講很可能要破季線 這樣掃的才徹底 這樣談起來有沒有 沒有點到這個60日移動平均線 談起來的話往下灌破來掃一下這個短線的停損 其實對這個中長期的多頭有沒有影響 形態上來講是可以承受的 而且這樣灌破後這樣打打再往上走 形成另外一個怎麼樣 比較低水位的洗盤空間 再往上走 那後面的力道就會更大啦 好 沒出現 那個股怎麼應變呢 這是禮拜四禮拜五選前 總統大選前 這個禮拜一 二 三 四 五 五個交易日 所以禮拜一指數沒有下來 可是我建議 全國的觀眾朋友們 還有我帶會員買的 同心電 這個買點 我在盤中電話連線解盤 你有看到 所以可以買在 什麼啦 差不多150塊 150 一二塊 150都有機會啦 禮拜二還可以買 禮拜三就會比較有點慢 對不對 不是嗎 買點 好的買點是在這裡 這裡 禮拜一 還有禮拜四建議買的是怎麼樣 禮拜三建議買的是精彩 這個當然都不是短線上 但都不是說波段非常非常低的股票了啦 搶 搶短 搶帽子 搶熱門股 搶高周轉率 量大的 這種都是很好的標的 可是很多有波段實力的股票 如果只拿來做短線 是很浪費的 你說 反正過年前嘛 剩沒有幾個交易日 賺點紅包錢 短線落袋為安 人之常情 反正你做對了賺錢你最大嘛 對不對 你最厲害嘛 所謂意高人膽大 要膽子大 是技術要好啊 你不要又狠又不準 又狠 技術又差 那就很慘了 那如果過完年了 你至少要告訴自己 如果有 大波段實力 大漲的股票 你就不要只做短線 那我也知道這個問題 大家心裡馬上就有另外一個想法 那我要知道什麼可以 有大漲實力的股票的話那就好啦 我就是不太清楚啊 對不對 你說每一個人都很清楚嗎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連我們也不是很清楚啦 我跟妳講實話啦 但是它會形成一個什麼狀況 什麼時候你會知道 你做對的時候你自然會知道 可是 十之八九的投資大眾 即使是做對了 抱不住 因為不太會分辨 它後面的連續力道 後面的動能會不會再繼續出來 拉抬的動能 那苦惱啊 要做多 要買股票 要想賺錢或是賺到大錢 你知道第一個最重要的要點是什麼 你一定聽很多遍 就是要違反人性 這一關跨不出去的話沒有辦法 你過不去這一關沒有辦法 第二個是什麼 要懂得賣股票 我再講多頭 我不再講空頭 現在是多頭 最重要的第二點是 要會懂得賣股票 第一點 反人性 第二個 賣股票 做得到做不到 如果做不到 我們講直接一點 不要做 你說快過年了 而且現在這個 行情多頭好像真的很強 叫我不要做股票 我剛剛講 我建議大家不要做股票的那個前提 不要做的前提是 第一個你沒有辦法違反人性 第二個是你不會賣股票 那就真的不要做 不然在裡面繳獲 輸多贏少 肺腑之言 我跟各位講這個對我沒什麼好處嗎 我希望大家都做股票 有機會的話 10個100個200個觀眾裡面看 誰可以參加我會員 那我必須跟你講實話啦 即使是專業的投資人 都不見得抱得到股票 更不要說賺錢去加碼 你做不到賺波段的股票 你做不到賺波段的股票 而且在一定的比重 應該加碼去加碼的話 說實在的 不夠輸 不夠做錯的股票去輸 有的人很專業 產業也很清楚 你說產業工程師懂不懂 工程師比誰都懂產業 他做股票一定都贏嗎 他佔有絕大的優勢 但是 也很多工程師股票做不贏 為什麼 因為股價的循環跟他所認知的產業最先進的消息 真實訊息的循環是不一樣的 真的是不一樣的 股市有股市的邏輯 但是那個邏輯不是跟 這個產業 專業這個知識那個循環背離的 不是的 它是有落差 它是有時間的落差 但它一定是正向循環的 相關聯的 正關聯的 所以你要有優勢就是你產業要收 然後你財報一定要很精準 你看財報要看得很懂 你就不會被短線的技術面 掃來掃去 扒來扒去 聯發科是不是破季線 我跟各位講是買點 當然第一次破季線你不見得要買 反覆再測搞不好再破 無所謂 台積電禮拜四的法說會 他們一向講法是很保守的 溫和保守 他們不會很自誇 他不需要自誇 真的強者不需要自誇 不需要畫柄的 真正好的頭顧老師 真正好的分析師 也不用跟你畫柄 也不用吹牛的 我認為我是很好的分析師 我覺得我的專業跟誠信 都是業內第一流的 所以我才會告訴你 迷信神效是慘培的起點 不要迷信神效 對自己 就是你不參加頭顧老師的 就是你自己操作的 你對自己 你也不要迷信你有神效 要看重自己 不是要迷信自己有神效 要看重自己是知道自己的精良 自己的長短處 優缺點 然後去修 把那個優點盡量放大 想辦法 憑著經驗 專業智慧的累積 盡量把它擴大 然後那個缺點 那個弱點 把它修修修 盡量修小一點 這個叫做自信 這叫做務實的自信 不是迷信自己自己神奇 什麼都很厲害 你相信我很多人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做這行 我從來沒有覺得可以是學完的 這學不完的 那更不要講說你要是想參加頭顧老師 你看節目只是想知道什麼報名牌 神奇 神效 超厲害 什麼股票每一趟都在賺波段 都大賺 都標股 你如果迷信神效 一定是慘賠的起點 觀眾也許有人會想說 你就直接告訴我怎麼樣做會賺大錢 你不用跟我講說怎麼樣會賠錢 別的行業也許我會直接告訴你 我們怎麼樣做直接賺大錢 但是這個行業我先必須告訴你 怎麼樣做會賠錢 因為大部分人都在賠錢的這個循環在跑 今天台積電 我從200多塊 講講到現在不用重複了 這是最新的 今天禮拜五 封關前的倒數第二個交易日 法說會在禮拜四 還是七奈米產能利用率 供不應求 對不對塞爆 而且否認所有 什麼海思 轉單 什麼高通 三星 什麼搶單 什麼 還有什麼華為 砍單 還是他去砍華為訂單 對台積電沒有差別 今天他給華為也好 給非華為也好 給誰都好 他的產能被投片都已經塞滿了 不是說他被誰砍蛋後 營收就掉了 因為台積電 的量率是最高的 我們用10奈米製程來講就好 22奈米以下算高階製程 現在是進入7奈米他已經量產 去年就量產 今年是5奈米他要量產 Intel的10奈米等於是台積電的7奈米 三星的7奈米 他的7奈米等於是台積電跟三星的5奈米 因為從鰭片這叫Get all around Fed 就是說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就是場效電晶體 環繞 這個雜集 是電晶體裡面的 原集 雜集 雜集 雜集是控制這個原集的電流 從原集進來然後從 這個瀉集 集集出去 從這個Source 經過Get中間控制這個電流 要不要施加電壓讓它通不通電 導不導電電流再從怎麼樣卸集出去 那這個部分 雜集就是所有製程節點 它的製程代表 它的長度 10奈米 將來 進入7奈米 5奈米 現在7奈米5奈米 將來甚至到3奈米 因為 那個中間那個雜集 它的長度越來越窄 越來越小 對微縮字 越來越小 所以 原集跟蟹集的距離就越來越短 然後呢 雜集下方的薄膜 絕緣薄膜 氧化物絕緣薄膜 或是化合物半導體 生化鉀的那個薄膜 雷晶薄膜 它能夠阻斷電壓的那個 效率怎麼樣越來越低 有的時候會產生漏電 所以 最先進的製程 一定要用到極紫外光的技術 極紫外光的技術裡面 還有怎麼樣 細微的怎麼樣 攝影鏡頭的孔徑 這些都是 台積電 它能夠維持最高良率 然後擊敗同業競爭對手 拿到國際 品牌大廠訂單 的最關鍵因素 這個東西 已經沒有辦法用肉眼去辨識 但是呢 英特爾雖然製程 你看他的騎片距離 從FINFET 到這個 GET ALL AROUND FET 他的騎片距離呢 都比三星跟台積電 要來細密 雜極的間距更細 代表製程是更高階 即使是同樣 所謂的10奈米製程 然後電晶體的尺寸 100乘100 這個奈米平方 144乘144 139乘139 電晶體的密度 148 32 密度越大 代表越精細 可是結論我這邊只 給各位看一個 良率就是台積電最高 Intel現在自己的7奈米 他10奈米量產 他的7奈米要到 明年2021年的第四季才會出來 等於是台積電的5奈米技術 你再厲害再好 沒有用 三星的良率一向不足 所以 高通如果投片三星 聯發科投片台積電 將來誰要贏 聯發科已經贏了 聯發科已經贏了 將來也是一樣 目前外資持股佔 78.21%對台積電 去年是最高的時候 80.2%左右 最近他有調節一些 逢高調節一些 那請問一下台積電真的有下來嗎 外資是有調節喔 這邊有調節過又補回去 這邊調節 很合理喔 那我預估 我預估喔 我預估喔 未來外資喔 會增持 提高比重 到85% 這個我在電視上已經講了兩個禮拜了 今天我把它表格這個K線圖印出來 順便寫給各位看 我認為他提高到85%的持股佔比的話 最少會再推升大盤1000點 光台積電這個部分 還不包括其他的 先進廣告等我回來 我們繼續講解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ACHE 專購成招盤 買賣單即遭 當沖 隔日沖 到底怎麼做 四個半小時 頂尖好手 正面對決 早上9點 锁定非凡抢先报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王可黎节目现场 目前外资持股台积电78.21% 预估未来外资会增持提高比重达85% 从78到85有7个% 推升大盘1000点 它有没有能力再往把大盘推升1000点 我认为是绝对有那个实力的 有没有那个可能性 我认为绝对有那个可能性 这是预估 这是评估 分析不是承诺 但是 我的分析值不值得您参考 等会会给各位看过去的预告 变成最近流程来的证据 台积电 这个电晶体的密度 如果Intel台积电三星来比的话 没错 它并不是最高 Million Transistor 就是每100万个电晶体 覆盖在1奈米平方上面 所以称作电晶体的密度 虽然它比Intel差 可是它的量率是最高的 这个还不能确定 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的优势 不是只有在去年发挥而已 今年会更完整 甚至到明年 三星随时有可能要追上来 但是它的量率 一直是它的致命伤 三星有这个技术 其实FinFed技术 也是台积电梁梦松带过去的 但是他们量率出不来 不是出来 量率很低 问题很大 这部分我平常讲蛮多的 我讲的东西值不值得您参考 你看过去 10500点跟各位讲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在盘中电话连线解盘 我讲的是一样的 这是买点 是去年第二波段最好的买点 第一次 去年最好的第一个买点是在 年初 去年年初 我也当时跟全国的观众讲 在电视我都有讲 跌破9400 破底翻 破底翻 利空顿化 超底出量拉台 嘎空手 五机长多 这是在去年年初 一年前 在这里 破9400 破底翻 然后这个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再来 就是这里 八月 去年一月 去年八月 当然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然后我跟各位讲 外资的做法 大户的做法 怎么嘎空的 你只要见到台股击沙 这种跳沙 就是右空 照理说跳沙是要挂掉的 所以很多空弹会进来 没有 他们的做法就是跳沙就右空 跳沙 跳沙 你注意看 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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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沙就右空 很狠 这个做法很狠 因为这些人放空的人 学的技术面 是没有错的 他学的东西 他没有学错 可是我们讲实战 工程师看产业前景 比谁都厉害 大老板订单 有没有在手上 他比谁都清楚 他们做股票都不见得会赢 是因为股价循环 跟他们所知的产业 进展 他的优胜劣败 那个循环 虽然是正向连带 但是有时间的落差 更何况不专业的人 所以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讲 如果又勇猛又不专业 那是输得很快的 勇猛又专业 专业又勇猛 那你不得了 赚大钱的机会在你身上 什么时候勇 什么时候勇敢 多头的时候 是要在击杀的时候最勇敢 不是在创造的时候再来勇猛 分清楚就好 那个很违反人性的 击杀买股票很违反人性的 我说想赚钱却摇摇摆摆 酸言酸语 这个真的很多人这样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摇摆酸言酸语 对市场不会有影响 市场根本不会管你 根本不会管你 对市场酸言酸语什么程度 我是分析师 我们公众人物解盘 一定被骂得臭头 长也骂 跌也骂 我也了解 我根本不会去看那些留言 因为我想办法 帮我的会员赚钱 我每天要念这么多资料 时间都不太够用了 对不对 要让自己做有意义的事情 充分利用时间 对不对 真正能够分段赚钱者 都是冷静沉默 4G出手的执行者 这我在电视上讲了很久 4G到5G是现在过渡期 到未来真正的5G速度 跟5G的应用服务 这还早 从现在开始最少还要5年 我从去年开始讲 第4G开始讲 最少5年 你以为5G真的完全渗透 商业应用这么快来到吗 不可能的 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快 所以这个梦会做很久 你不要觉得说都在画饼 画饼要看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的平补标金1380亿 中华电信当然第一夺标 本来预估说是五六百亿 希望不要超过那个规模 谁都要上车 谁都不敢下车 对不对 台湾之星都要标 各位观众 标金越来越高 网通服务业者 设备厂商 这些会有比较大的商机 电信 中华电信这些大的公司 将来也不可能让大家怎么样 199 299 399 什么G99吃到饱 羊毛出在羊身上 到时候要使用5G是贵的 那看你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有些东西不需要用到5G 4G甚至3G的传输速率就够用了 但是我们讲的不是实物上 你够用不够用的问题 而是全球都砸大钱去发展 加速发展 商机一定是在后面一坡一坡 接着引爆上来 所以何必小看多头 急功急弹高解码 这是大选前 技术面合理要在这边献出 既然没有下来 既然没有下来 所以大选前一个礼拜 我才跟各位讲 大选后第一天 既然没下来 买同心店 还有精彩 先讲同心店 再讲这个精彩 至少短线大家赚点钱 赚点红包钱过年 我在讲的时候 我不能说 来我帮你赚红包钱 我们不能保证的 但我的用意就是 既然选钱 避嫌卖股票 选后那干嘛再进去了 不用急嘛 我希望帮大家赚到 红包钱 所以同心店 我带我的一般会员 他们去买 精彩 我带我的高阶会员买 我可以放 我也可以只做短线 因为在封关前不太影响 可是我在讲的是 我只做主流股 5G最高竞争力的主流股 在过完年后也是一样 到时候就是要回到 你什么股票 有大涨 有破断实力的话 你就不要只做短线 你不但不要只做短线 而且你赚了钱要敢加码 你在一档股票做对的去加码 甚至连续加码 就像我操作 公开操作这个国具 跟各位讲了很多预告跟证据了 为什么分段做 分段做 分段做 再接 因为你能够赚到大波段的股票 你能够加码 你那个资金就不会移转到其他个股 其他个股 你就不会满手持股 散弹打鸟 乱射飞标 为什么上次讲12121 这一路讲要做多 这边要先调节一次 因为12121是周线的对称点 可以算得出来的 我讲的12121 其实到现在都还适用 12月18号讲到现在都还适用 为什么 它没有真正脱离12121这个范围 还并没有 在这地方 不要太快脱离 其实比较狠 这多头是比较狠的 空头当然有完全相反的想法 不行了 不够力了 台积电法说会利多出来 不涨 对不对 马上就利多出进了 要死了 我相信空头是希望它挂掉 人是常情 空头不管 你认为这个盘怎么走 我只时时刻刻的 常常的提醒各位 放空的投资朋友们 你空 可以 你只习惯空 可以 你逢高 你就是要放空 可以 那会比较满足你的安全感 因为你觉得很高了 可以 但是你只要空下去 两天 最多三天以内 没有达到你的目的 没有看到怕跳水几跌的话 你就走人 这样子比较安全 你要空那个跳水点 空不到的话赶快浪杠 非空不可的话 对不对 要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月线 这个对称 从9319 乘以1.5646 要对称这个涨幅 所以是1x580点 很容易算出来的 我已经从12月18号 讲到现在 每天在盘中 电话连线解盘售 我都讲 这个是礼拜五 盘中 电话连线解盘的时候 我做的表格 没有太多时间 每一档股票讲 因为平常 几乎每一档都讲 红色字的部分 是 嘎空股 而且是起账 拨断起账点 就开始嘎空的 分段上涨型 瑞玉 四星KY 翼龙店 精彩 金鼎 樊宣 这个不是 汉堂是 堂是唐朝的堂 旺宏 马上改 这个 汉堂 旺宏历成群联 同心店 国聚 奇力星 新浦 联帽 新兴 ABF再版 CCL 台尼国产 这个是传产股 这是分段上涨型 选前 就不管 选举的结果 会怎么样就拉抬了 但是选后 也继续强 不是选前拉抬后 就把它丢掉了 选后就把它丢掉了 不是 所以这一定有意义的 底部翻扬 红海环球金 中美金上瘾 红海突然动起来 就代表 大户 外资 是不愿意放过 怎么样 期货空单的 台积电利多 没有继续涨 换红海动 你看他可用之兵 多少 环球金 中美金上瘾 这个我讲了 两个月 我说你可以放长的 买了就不要动的 在这里 上瘾也是 我说除非 我说你有耐性 你就买 这些我也都有预告的 K线图 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礼拜一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